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妮 很多时候咱们去买桶装矿泉水的时候 会发现商家那里可以租用饮水机 这样可以帮家里节省一大笔的开支 但存在一个问题 二手饮水机被无事人用过,非常的脏 很多朋友不知道清洁方法 那今天猫妮给大家分享一招 让饮水机被清洁的干干净净就像新的一样 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来看看 家里面的饮水机不管是租用的还是旧的 如果不定期清洁 那么里面的水字是非常脏的 如果直接喝进去对人体是不好的 接下来来看看我的正确清洁方法 首先拔掉电源 将顺便的桶装水取掉 我们会发现里面有非常多的沉积水 喝进去是非常脏的 那该如何将水放出 在饮水机的背面有一个排水孔 这个孔连接的是加热水箱底部 里面有非常多的水垢 所以这里也是饮水机最脏的地方 不管是家里的饮水机还是拿怀的二手饮水机 一定要将这个筛子拧开 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污水全部都排出来了 确保里面的水全部流出后将筛子重新拧上 此时准备一颗柠檬将柠檬汁挤入桶内 但千万不要将柠檬汁挤进去 柠檬汁具有很好的清洁效果 能够软化污渍去除细菌 倒入凉开水 打开电源 将桶内的水烧开 高温会去除里面的细菌 同时也能使柠檬软化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水烧开以后 打开排水阀 再次将里面的水排出 水排出以后 再次倒入凉开水 过滤里面的残余水渍 重复完以上步骤 咱们就可以将筒子放上去 这时呢 咱们就能放心心的喝水了 不管是租回来的 还是家里面的老饮水机 都可以用此方法清洁 建议每个月一次 该如何清洁二手饮水机 大家学到这个好方法了吗 学会以后 记得也将好方法 分享给生病的家长和朋友们 我是猫林 想了解更多 新鲜有趣小妙招 欢迎在片段小方 选手点一个关注吧